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期權報局 又是Marco跟大家分析今星期的期權策略 上星期五提及多,我認為出現了某些信號 市場傾向是會回到24,420至24,620位 初步目標價位,但我要再進一步確認 大約是這樣的位置 在上星期五跟大家說完之後,今天就借了個勢 夾下去,都是這個問題 你會看到在上星期五,我固然是看淡 第二個問題是市場上也多了很多人去看淡 我經常講這個問題 當全世界一年左右走到其中一個方向的時候 你小心市場就會相反方向走 以今次說的例子,基本上一致性來說 全世界都是看淡的情況下 就趁星期三在A股公佈 正式出了結果,會不會去立MSI指數的結果之前 那個市場就趁著這個消息之前,就夾上去 在現在的情況來說,我改觀了沒有? At the moment 還沒有 因為在上星期五,我再主要提及到這個情況下 我就傾向市場,會有機會去打下去 24,420至24,620位 但未講開創的位置 因為始終的問題就是你 看那個市場去到一個目標價位 例如24,420至24,620位 是一回事 但怎樣找一個直播率,相對性來說 比較高的機會去入市呢? 又是另一回事 我們做trade都是那句 有view還是有view 但怎樣去計直播率 找一個比較有利的位置呢? 做trade呢? 這個是最重要的因素 現在來說,我們在今天來說 就跟大家講策略的情況 首先,先講一個比較重要的日子 就是6月15日,即是上星期四 情況下來說 如果大家記得,就是早上 那時候,香港兩晨時間 美國公佈了一個意識結果 加息和結果之後 那時候,市場就倒下來了 那這一天來說 其實呢 就是相對性來說 我自己覺得是一個比較重要的日子 因為這件事 某程度上反映了美國加息 和縮減資產負責表規模的消息 令到這一天相對性來說比較重要 而這一天的頂位 我自己視之為一個相對性來說 比較重要的位置 而這一個頂位 正正在今天星期一 收市價升穿了 星期四的頂位 聽過我節目 我經常都說 一個比較重要的位置 如果收穿再升穿 或者收穿再跌穿 就何時之為突破 所以在今天星期一 其實市場收市價 收了在上星期四的頂位樓上 完成了我經常講的第一步 第二步 通常第二步 就是會多多少少要求的情況 就是第一步來講 要升穿星期一的頂位 以及最好 如果我要確認向上 作出一個突破的情況下 第一步來講 出第二步的情況來講 最好是出現一支揚竹 所謂揚竹的意思就是說 當日的收市價 要比當日的開市價高 所以有可能是出現兩種情況的 例如是 在第一種情況來講 是升穿6月19號的頂位 但收市價比開市價高 就固然是符合第二步的要求 在這種情況來講 它升穿了6月19號的頂位 滾下來 雖然收市價收到6月19號的頂位樓下 但同時也是收市價比開市價高 我都當這種情況來講 是符合第二步的要求 理論上來講 所以最理想來講 最關鍵的就是 要穿過6月19號的頂位 以及收市的時候 要出現一個揚竹的形態 你比較理想 判斷出現穿很簡單 一件事就是說 你到明天星期二 能收市看看 究竟它會不會是曾經升穿了 6月19號的頂位 去判斷究竟是否正式出一個頂位 向上突破的頂位 如果 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小心點 那我可能 真是被人刮了一巴掌 看錯了 那你如果開倉的話 我自己覺得 比較理想一點的情況 那我畫得很清楚的 就是說 明天 臨收市前 看一看 如果明天 星期二臨收市前 看一看 你會見到 它是升穿了25797 就是今天的高位 同時收市價多了25797 樓上 在這種情況下 算了 我認命 我又被人刮了一轉 剛剛轉了 看探 那時候的市場再夾上去 在這種情況下 有淡倉 就一定要施 但如果明天 它只不過是 升穿了25797 接著 又回回來 收市價 收到25797樓上 在這種情況下 我多給一天 走斬 我自己 為什麼我多給一天 因為 是升穿過25797 是出現楊竹 不過對上面的股額 好像都有些強勁 還有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 星期三 香港時間凌晨 A股就會開始公布 我們會知道 消息就是 A股會不會立在MSI指數 這個消息 所以其實某程度上來說 星期三 都是相對來說 一個比較關鍵 重要的日子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打電話 我等了星期三 才判斷 星期三 我再看 星期三 會不會連星期二 即是X這點 都穿了 穩定在健康 收15分鐘的頂位 都穿了 那時候 所有淡倉 我才做了一個CUT的動作 那時候 有機會 就是相反的夾上去 講得很明確 什麼情況下 淡倉要CUT 如果 在未開淡倉 的情況下 你明白了 剛才的情況下 什麼情況下 淡倉要CUT 那 反過來 要開淡倉的話 有什麼機會開呢 那就是那句 一般來說 我們可以開倉 還可能要找一些 相對性比較近一點的止瀉位 所以其實相對性來說 我自己覺得 現在去到這些位置來說 你開倉的話 做回積月份 即六月份的架外 大約四百點的期權 我覺得都可以考慮 但我再強調 如果是符合組 兩種形態 一 如果明天收市價 臨收市 看一看你就知道 臨收市 其實比較理想 什麼時候開倉 明天臨收市 你看一看 如果你臨收市 看一看 你見到他收市價 即是那時候還沒有收市 但你見到他就收市 接近收市 那時候的勾架 都是站在257.97樓上的 你很大機會 都是收市價 會收到257.97樓上的 未開箱 開倉 不開了 OK 你很清楚 明天臨收市 你看一看 如果口價 在257.97樓下 那你見到很大機會 收市價 都在7.97樓下 那在這種情況 我未開淡倉 我就會開了 那時候你很清晰 這一種第一種情況 我不開 第二種情況 開 即月六月 調四百點的期限 那你的指示很清晰 就是明天 星期二 X這點 即是高位 那如果在星期三 配合MSI指數的消息 突破這個X這點 還要穿當天的十五分鐘底位 認命 立刻指示 我還會反手追上去 那這個是一個很清晰的情況 你會見到我 我就是更可能 都是找一個相對性 比較近一點的指示位去駁 始終 涉及到幾個問題 一我強調就是直播的問題 二就是 最近你看到有一個節目 衰得認 被人刮了兩巴 那都是那句 我更可能要很謹慎地 去做trade 要找一個相對性 比較近一點的指示位去做 第三個 point 就是 始終 我自己目標很清晰 長線我看好 看兩萬八 不過 在中線 我傾向可能 略為有少許回到的機會 之後才會爆 但是始終 長線看好的情況 在偏看好長線 中線 看淡的情況 始終你做淡倉 要謹慎一點 另外還有一個因素 要比較留意 就是今天 留意到的 隱身毛幅圖 夾不上去 那你見到 今天的市場發生什麼事 都是升的 一般我經常都說 升市隱身毛幅收縮 但是今天的情況 升市隱身毛幅是夾上去的 那這裡我有少許有因 我要再多一點時間去勤勤 但是如果市 持續是繼續夾上去 而隱身毛幅 持續是繼續抽升上去 其實做淡倉 是有少許危 所以我也是那句 做淡倉 不是我這一串星浪的駐打賽 但是真的要做的話 一定要找一個很近的指示位去開倉 一不對路 走 就是這麼簡單 暫時 今個禮拜的策略就是這樣 看看做成怎樣 禮拜三 再跟大家見面 今天就跟大家說了這麼多 多謝大家之前 再見 拜拜